電信女藍慶祝創立五十週年 邀請歷屆退役的球員回娘家 彼此敘舊之外 還有一個特別橋段 就是製作婦科球衣 由元老席的大學姐鳳姐 陳錦鳳 傳承給黃曉潔教練 場面相當溫馨 男談春作鳳姐的陳錦鳳 在球隊民國六十三年創立久加入 國手資歷豐富 多次打過窮四杯 也擔任過電信的教練 並身兼管理職等等 現在擔任球隊顧問 見證電信女藍有過好成績 以及人手不足較為辛苦的那些年 也期待自己堅持的那份電信女藍態度 能夠持續傳承下去 最辛苦的時候是我一個人 又兼教練 又兼管理 又兼球員 曾經過 那總是時間會過的 所以我也把它撐過來了 那下面的選手他們也很爭氣 也很加油 我也很感謝那些學姐妹們 那今天大家也都回來了 我看了也很感動 是真的很快 是真的一眨眼 我希望我現在才是五十歲而已 還在五十歲我還可以再打拼一下 始終如一決定奮戰到底 站上球場賣力投入美波工房 場外也不忘投身工藝 電信女藍期待用溫暖 以及拼勁感動球迷 也可以在新賽季的WSBO 打出更好成績 我來TV台周春宏 花军採訪報導 大喜炮 我一個人 可以 而且 我